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波 撒贼试图盗取一副价值连城的画 却被十岁男孩无情羞辱 最终回忆人生的 美国家庭喜剧电影 小鬼当家舞 假日结案 大家好 这里是王帝一家电影 新一年的圣诞节即将来临 小帅一家因母亲的工作 从加州搬到了免阴州 但十岁的小帅却很不开心 因为他的新家 是一栋他见过最可怕的房子 另一边 撒贼正对这栋房子虎视眈眈 他们分别是大墙 老黑和卷毛女 三人要潜入房子 盗取一副价值连城的画 但小帅一家对这幅画的事情 还毫不知情 毕竟他们才刚搬进去 有很多东西还没收拾 大女儿早已躲进屋中 边听音乐边玩手机 而小儿子小帅也在屋里打起了电玩 看着两个孩子的现状 父亲很担心 他最担心的就是小帅 他和妻子希望小帅可以走出门去 结交现实中的朋友 不要变成死宅男 父亲让小帅帮忙把箱子搬到地下室 但看着漆黑的地下室 本就害怕的小帅更是心生惬意 他打算把箱子放进去就撤 结果一转身就被柜子上的轮穿模型吸引 他爬上柜子去拿 却触发了机关 露出了柜子后的密码门 门上还有一行字 死亡之光照射你 幻音刚落 地下室的灯就因为线路老化突然熄灭 把小帅吓得拔腿就跑 还把正在搬东西的工人撞倒了 小帅告诉母亲家里不干净 可母亲觉得他游戏玩多了 于是把他撵出去认识新朋友 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向林家的小孩打招呼 然而林家小孩却告诉他 他们搬进去的那房子就是不干净 晚上会听到有人拖着脚走的声音 看着小孩的神情不像是在说谎 这让本就害怕的小帅更加恐惧 夜晚小帅躺在床上 似乎真的听到了什么 把他吓得急忙跑到父母的房间 要和他们一起睡 被父母撵回了自己房间后 别在门口布置了一道机关 结果把不放心过来查看的父亲 整了一顿 相比母亲的气氛 父亲则表示没事 顺着声响看去 原来那是树枝在刮墙 小帅的心稍稍放松下来 外面撒贼看到房子已经有人搬进去了 决定等这家人出门再潜入查找 就这样一夜过去了 清晨 小帅一家要去买圣诞树和装饰品 在出发前 他还特意将地下室的门贴上标记 等他们离开后 撒贼撬开后门进入屋里 来到地下室 刚破解密码门 还没等仔细研究 小帅一家就回来了 他们只能暂时撤离 等待下次机会 撤离的时候 大墙还把腿给咳血了 这时 小帅发现窗边一闪而过的人影 赶紧进屋查看 果然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他指着桌子上的饼干说 比之前少了两块 但母亲却说是他记错了 接着他指着地下室门上 被破块的贴纸 说有东西从地下室出来 也证明这一切都是他想多了 父亲便决定去地下室看看 结果阴森的氛围 把父亲也吓得晚上睡不着觉 隔天 父母要带两个孩子 去参加公司举办的圣诞节聚会 但小帅只想在家打游戏 姐姐也懒得去 母亲好言劝说无果 直接欺诈 紧接着没收了小帅的手柄 禁止了一切娱乐活动 就将两人留在了家中 当他们出发后 面对不是玩手机 就是玩电脑的网瘾姐姐 没有游戏玩的小帅 只能想办法自娱自乐 这时他发现了另一个游戏手柄 这下他老实了 赶紧回房玩起了游戏 可还没玩一会儿 手柄就没电了 着急骂慌的找到备用电池换上 但其中一块电池 却突然被弹了出去 一路滚到了地下室中 小帅不敢自己去地下室找电池 只能请求姐姐陪自己去 姐姐趁机提出了要求 不许告诉父母自己要出去玩 姐弟俩一起来到地下室 他们发现密码门被打开了 但里面什么都没有 可小帅却觉得很恐怖 姐姐为了证明是他想多了 便一脚踹向了前面的墙壁 墙被踹倒了 露出了后面的酒窖 他们惊讶地看着酒窖中 满满的红酒 墙上还挂着一副吓人的画 姐姐吓唬小帅 说画像中的女人正在盯着他 这把小帅吓得 直接就窜回了自己的床上 而姐姐则看着满墙的红酒 准备拿一瓶场上 不想却触发了机关 将自己关在了酒窖中 他只能不停地求助 可小帅早已将手柄电池换上 边和好友小胖通话 边打游戏 根本就没有听到姐姐的呼唤 这时 他听到了铁管拖地的声音 走到窗边看到了一瘸一拐的影子 还以为是鬼魂又回来了 于是他赶紧打开房子里的灯 而这个一瘸一拐的影子 正是前几天把腿磕瘸的大墙 他们三个再次来到小帅家前 正准备潜入时 发现屋子里的灯接连亮起 吓得直接就跑了 刚放下心的小帅 终于听到了姐姐的呼救 但小帅打不开密码门 他只能去买些开锁工具回来 这一悬就选了2000多美元的东西 可店主不允许他刷卡 他兜里只有4美元 最终店主给了他一个线团 回家的路上 他遇见了走路姿势怪异的大墙 看着对方一瘸一拐的动作 和走路时发出的声音 小帅心生怀疑 于是便悄悄跟随在大墙身后 这才听到撒贼的阴谋 原来自己家中并没有鬼 一切都是他们三个 准备偷东西弄出来的 于是小帅赶紧跑回家中 他将撒贼的计划告诉了好友小胖 但小胖远在外地 根本赶不过来帮忙 于是小帅在小胖的指引下 布置了一系列的机关 一切准备就绪 就等撒贼上门了 这时撒贼果然来了 他们准备从车库潜入 老黑和卷毛女刚将车库门抬起 就触动了机关 让雅玲给他们来了一下子 两人当场被撞倒 接着大墙计划兵分三落 卷毛女准备撬窗 可刚打开窗户 就被装满眉球的袜子 狠狠地来了一击 他并没有吸取这次的教训 而是重新盯上了一旁的窗户 打开窗户 拿起一旁的玩偶顶柱 就要往里爬 可他没想到 小帅早就在旁边等着了 卷毛女被窗子夹住 为脱困 他将目标放在了前面的椅子上 却没想到 椅子也是小帅算计好的 这时 从车库继续潜入的老黑 刚关上车库门又触发了机关 被启动的吹雪机 将地上的珠子吸走 统统朝老黑发射 将车库门都砸出了一个人形 老黑更是被砸得满脸是包 大墙一看 老黑也指望不上 看来只能自己出动了 他熟练的来到后门正准备开门 不料 整个门瞬间倒下 砸到了不止好的机关上面 当场就被淡奶泼了一身 小帅看着三人狼狈的身影 迫不及待和好友小胖分享 这时小胖才知道 刚才小帅说的都是真的 他告诉小帅 必须乘胜追击 彻底赶揍坏人 接着 他也动用了自己的黑客技能 联系上了正在赶往家的母亲 可母亲却将小胖当成了绑匪 一阵狂吼 把小胖吓得直接把电话挂了 可不一会儿 警察就将在打游戏的小胖包围了 对着他就是一阵胡椒面鱼 而新家这边 浑身狼狈的大墙 和满脸石包的老黑 终于发现了被夹在窗户上的卷毛女 就在他们救卷毛女的时候 又在小帅的荡棍下吃了亏 这时 大墙发现二楼的窗户是打开的 于是他决定爬进去 难为他一把年纪 又瘸了腿还得爬墙 可他又被彩灯把腿缠上了 晃来晃去的影子 可是把老黑和卷毛女吓勾腔 他们来到厨房 看着眼前的饼干 老黑的吃货属性饭了 拿起饼干就往嘴里塞 可他没想到 这是小帅特意为他做的 秘制小饼干 痛苦的他 拿起一旁的杯子就喝 但杯子里也不是牛奶 而是小帅准备的浇水 他打开一旁的水龙头 竖竖嘶嘴巴 结果被小帅早就塞好的棉球 吹了一脸 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圣诞老人 而外面的大墙 依旧没有放弃从二楼进屋 好不容易爬进了窗户 却被小帅操控的灯光和枕头 吓得开门就跑 途中还穿上了圣诞包装 小帅从二楼窗外逃跑 却被早就发现他的大墙抓住 被关进有卷毛女看守的车中 而老黑和大墙则去地下室取画 可二人刚走 连家小孩就发现了被困的小帅 这下他团的雪球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而这边 成功进入地下室的大墙和老黑 发现了正要转移画像的姐姐 两人上前直接就将画抢了出来 而刚脱困的小帅赶紧跑回屋中 直接启动了关门的机关 姐姐也趁机跑了出来 但大墙和老黑就没这么好运气了 他们被关在了地下室 被雪球砸晕的卷毛女 也被邻家的小孩堆成了雪人 动弹不得 这时抓捕小胖的警察 也在电脑上发现了这惊险的一幕 集体发出了欢呼 这下小胖的嫌疑算是被彻底清洗了 而另一波警察也及时赶到了小帅的家中 成功抓捕了三个贼 小帅一家也因保护花枪有功 被政府奖励了800万美元 最让父母开心的就是 小帅终于愿意走出家门去交朋友了 小鬼当家五《假日结案》 生于2012年 由爱德华·阿纳斯·祖蒂弗兰·克里斯蒂安·马丁主演 小鬼当家系列就此完结 作为收官制作 这部影片不甚理想 这般估计怎么演也超不过上世纪的版本了 没有用到什么高科技 陷阱也没有以前的多 而且剧情老套没有新意 搞笑的场景也不多 最让人喜欢的 估计也只有那个 在家门口认真堆雪城墙的小女孩了 但说实话 童年已经过去多年 我们总不能用成年人的思维去要求影片 虽然影片没有以前的精彩 但能作为回味 也能让孩子笑出来就够了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